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来到的美国总统拜登就站在后排画面比较右的位置 拜登在大合照之后 曾经主动押紧泰国总理佩通坦的手 之后离开现场 回告2016年当时被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事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样站在后排 而习近平就在前排 一连两日会议星期六闭幕发表马优比优宣言 涵盖经贸能源安全等广泛领域 宣言提到会共同努力营造自由 开放具包容性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重新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 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又说将会持续对世贸进行改革 希望提升完善的相关职能 也都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极端天气 自然灾害等影响所带来的挑战 为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中国将会担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 而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重视亚太合作 远就2026年办会的事 同各方加强沟通合作 推进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 打造各领域武术合作成果 为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武先电视记者朱少林博德 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秘劳行程 说成功开拓了南北新兴市场机遇 也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汇报了香港的发展情况 中泽禧在秘劳利玛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秘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 多次跟国家主席习近平交流 李家超说向习近平汇报了 香港最新的经济和发展情况 他对香港的情况很了解 也都吸引我鼓励 我们也都有谈及秘劳前海港的建造 和运作对航运物流 和供应链所发挥的作用和贡献 我好受啟发 我多谢主席的关心和指导 李家超总结秘劳行政的时候 说取得三项重要成果 包括为香港发掘南美洲新增长点 开拓南美市场机遇 并且加强和东盟的关系推动经贸往来 李家超在秘劳也都见证 香港和秘劳签署自贸协定 在律师服务、会计服务、银行服务 甚至金融服务 都可以经过今次的自贸协定 是可以创立更大的商机 李家超又透露特区政府 只是与哥伦比亚和墨西哥 商讨订立自贸协定 也都希望开拓更多新兴市场 包括中欧和非洲等 今次是李家超商界一年之后 再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李家超说香港会继续积极参与 亚太经合组织的活动 推动COVID经济发展和融合 母线电视机就在钟卓熙 在秘劳尼玛报道 香港和秘劳签署自贸协定 旅游业期望带来新商机 贸法局就说 这个新兴市场有不少发展机会 香港企业在当地 能够做好联系人和增值人角色 继续由钟卓熙在秘劳尼玛报道 南美洲的秘劳 与香港相距大概18000公里 由香港出发坐飞机 最快都要一整天才到 地域限制之下 两地过往联系不多 随着香港与秘劳正式签署协定 当局说将会加强双边贸易和投资 也都拉近彼此距离 旅行社董事长叶庆宁 三十多年前已开办去秘劳的旅行团 他说协定之下 两地之间多了形式 旅游业会受惠 旅游就大顿经济 你先去旅游了解地方之后 你才开始想想有没有生意做 可不可以在那里发展 希望吸引到一些旅游人士 或者商人的注意 去中国经商或者旅游 逃经香港 经一经香港 看看有没有商机做生意 某法局说协定有助提升 两地商界的信心 有利港商开托秘劳这个新兴市场 当地有3300万人口 是拉丁梅州重要的中高收入经济体 他们是有很多天然资源 反过来他们一般的消费品 比如说我们的三副鲜物 又或者家居用品 他们都非常依赖 从亚洲 比如东南亚 甚至中国是进口的 我们会看到当中 其实未来的发展空间 都会在商品贸易为主 秘劳也有一个新的经济措施 希望发展他们的数码发展 和AI 在这方面香港港商 都可能会有一个机遇 他说香港物流业成熟 也都善于推广 港商可以帮秘劳的农产品 和蔬果等增值 改善销售渠道 并且加强宣传 协助打入亚洲市场 物货局说相比网救 秘劳这儿仍然流行实体经济 当地商界都重视 人和人的交流 讲求信任和默契 港商在当地发展的时候要留意 母线电视机 就是钟卓熙 在秘劳尼玛报道 转体下 政府公布人力推算报告 人力短缺重灾区 集中在技术人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孙玉涵说 春年年中交代输入 相关工人细节 从措施确保他们取得居港权之前 都从事相关工种 政府最新推算 2028年中会差18万人力 形容情况严峻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孙玉涵在本台节目 讲清讲错话 推算已经计算了 现在抢人材和输入劳工的规模 是否代表未来四年 必须扩大输入劳工 或者至少维持现有计划的规模 例如是放宽了 涉及输入时认 收银等等 补充劳工计划 我那天说严峻 其实是针对熟练的技术工人 其他高端的工种 其实是缺的 但相对比例不是那么大 都是说几个百分点 但是熟练的技术工人的工种 我们要缺成13% 14% 缺了6万 我觉得今天又不可以这么快 就已经做了定论 一定是如何行的 暂时可以作实的 他说是春年年中 就输入技术工人的新渠道交代细节 根据计划 35岁以下技术工人 来香港做七年野之后 可以申请为永久居民 为期三年 名额合共一万个 所谓技术工人 局方曾经举例 是包括升降机维修技工 司机等等 是否变相用居港权吸引外勞呢 如何确保他们七年都是做缺人的工种 那七年时间一定有要求的 是确保他是做我们缺的工种 他拿了永居权 那你不可以有那么多要求 他是不可以这样钉死人 一定要做某份工的 但他都做了七年 我们相信大多数时间 他会继续在那里发展的 在机场开车 或者在货币码头 做一些特种的司机 有摆进去的 但不代表我们在未来的一万 输入的配额里面 是想着一定会报私机的 我们只是一些例子来的 我们看到很缺的就是技工 无论是电或水的技工 还有将来如果我们发展高端的制造业 香港就没有了 他认为香港的人工比较高 计划有一定的吸引力 不过仍然要很努力推动 保释电视记者陈坚报导 新蒲冠发生电动单车 载人自炒意外 一对父子受伤送丸 事发之后 警员检走涉事的电动单车 刚刚大约6点多 一个年约50岁的男人 开电动单车 并载着年约9岁的儿子 横过警服街对开马路那时 怀疑衰去平衡自炒倒地 两人分别手脚受伤 由救护车送去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中环有私家车失控 产上行人路石膊 三人受伤 失事的黑色电动私家车 停在行人路的花槽上面 车头损毁 碎片和泥石三满一地 29岁司机在场协助警员调查 事发在下午2点半之后 私家车沿着干落道中西行 驶自周比利街这个路口那时 司机怀疑不熟悉路面情况 失向产上行人路 车上一个女乘客和两个徒人受伤 又救护车送马来医院治理 警方尝不小心驾驶方向调查 暂时未有人被捕 回来新闻时间 强积金管理平台积金业 早前被投诉供款消失 积金局澄清 只是个别成员未熟习电子功能 积金局主席刘墨嘉軒 在网站说 有关个案只是雇主和计划成员 供款当时输入的资料不完整 或者未完全符合系统要求 导致供款未能及时显示在用户的页面 他说 资金业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系统 运作初期出现个别技术磨合情况 能以避免 强调任何会影响顾员 强资金权益的情况 都不能够接受 团队会跟进会中杠杆 主动联络有关用户 并会详细检视系统 一旦发现异常情况 即时运出原因加以收剂 竞犬队成立75周年 警方早前拍摄的纪念电影 举行首映加年华 加年华是沙岭竞犬队总部举行 警务处处长萧侄仪 行动处处长陈东出席 首次放影场大约14分钟 特别为了纪念竞犬队成立75周年的电影 萧侄仪说 竞犬队由当初只剩4只 发展至今由超过二百值 除了前线巡逻工作 亦协助搜寻失踪人士 搜索毒品、爆炸品等 对维持治安贡献良多 加年华亦都被市民和警圈近距离接触 包括合照 甚至是触摸他们 警圈队队员就向市民介绍日常工作 澳门下个月回归25周年 公务员团体和商界对新一届政府有什么期望呢 由彭荣熙在澳门报导 为了庆祝澳门回归25周年 有公务员团体将会在12月举办多项庆祝活动 包括公务员图片展、研讨会等等 随着新一届政府将会在下个月20号回归日正式上场 澳门公务员团体商庆祝委会说 期望和新任特首定期交流 也希望政府关心公务员 公务员在特区政府或者澳门社会的发展当中 起到一个不可太大的作用 特区政府定期都和公务员团体联系 去交流 尤其是每年的施政期间都会向公务员团体 咨询意见 我们也有收集的问题都向特区政府反映 澳门中华总商会表示 澳门回归以来大力发展博彩业 令到中小企等等更加游商机 日后亦都会加强探索大湾区 以及环琴等地的发展机遇 澳门中小企业一直以来 都为澳门的经济社会做出大力贡献 包括从我们的雇员的聘程 到我们为经济方面的适度多元 我们都做了不少的工作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开放国际规划的过程 其实是提升了我们企业在质方面的提升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以往 由我们参与一些外贸的活动开始 其实我们不断和国际接轨 现时也有综合旅游娱乐企业 澳门很多我们的中小企业 已经是融入到他们的供应链里面 至于日后如何吸引更多海外企业 落户澳门 马智毅就说会利用好琴奥一体化的优势 增加更多联合招商的机会 无线电视机者彭荣熙在澳门报道 在俄罗斯 中文是普及到增长最快的语言 学习的人每年增加15%至20% 赫山一间创办了16年的私人中文学校 吸引不同行业的人报名学中文 由黄慧芝在俄罗斯赫山和大家了解一下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月在赫山一间中学 和学生交流的时候 提到俄罗斯的汉语热潮越来越热 要加大中文教育的力度 在俄罗斯学中文的人 由1997年的5000人 到2007年的17000 再到2017年的57000 目前最新的人数超过9万人 在学习中文的人里面 两成半选择外道语言学习班补习 今年11岁的亚米尔坎 已经开始在私人机构学中文 因为现在中国的影响力 在世界范围越来越大 我觉得学了中文之后 未来对我从事生意 以及成为翻译家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而力冠的梦想 是到中国从事翻译工作 我选择学习中文 因为现在关系对俄罗斯和中国越来越好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现在我想在中国旅行 然后可能工作在中国 这是我的梦想 难散至1992年开始学中文 原本是帮商人翻译 后来因为有商人 也都想自己和家里的小朋友学中文 令他发现到商机 16年前创立了中文私人学校 现时大约有200名学生 在我们学校有律师 教师 技术 经济学家 等不同制约的人也学习中文 他们选择学习中文的原因不同 有的是为了工作 有的是为了个人贴身而学习 在俄罗斯做一名私人学校的中文老师 一节90分钟的货收入大约为1000奴报 每个星期上五节货的话 月薪大约为3万奴报 即是大约港币2400元 我觉得在教过程中 最难的是学习汉字 汉字声调 因为在俄语我们没有声调 我们没有汉字 因为我们有字母 对学生们来说这种非常难 2019年开始 俄罗斯首次将中文 立入全国统一考试的外语科目 令到中文成为继英语 德语 法语 西班牙语之后第五种选口语言 无线电视记者黄慧之 在俄罗斯客山报导 秘鲁中部报约超过300间房屋损委 在中部城市雅努科 多个人合力将一架陷入泥泥的车拉出 当局又出动大型机械清理市面 雅努科过去一星期 星期一晚 在两个钟之内下了整个月的雨量 触发多处水浸和新泥倾斜 习近平说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呼吁各国开放融通 更好支援发展中经济体 习近平会问拜登 作请美方明确反对台独 反而正是吹习菲律宾 天文台预告明天发一号戒备信号 各位爱彭建华 国交主席习近平在秘露出席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指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呼吁各国开放融通 在环保创新领域加强合作 更好支援发展中经济体 钟卓熙在秘露尼玛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 星期六在秘露首都尼玛的第二天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行政长官李家超获安排坐在习近平隔离 两个人不时有互动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说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亚太合作面临地缘政治 单变主义和保护主义上升等挑战 亚太各国应该团结协作 容易担当 推动建构亚太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提出三项建议 包括建立开放融通的亚太合作格局 着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测除割裂贸易的高场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进一步推动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 中国将会推动电讯 互联网 教育 文化和医疗等领域 有助扩大开放 习近平又说 亚太要把握西伊伦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机遇 推动亚太提升生产力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习近平提到 要用好亚太经合组织平台 加强经济技术合作 加强支援发展中经济体 和弱势群体 给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 习近平在会上引用论语 说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即是自身做好立身处世的修养 也都想帮助其他人 又引用拉美言语 唯有益天下方可怀本国 习近平又宣布 中国将会担任2026年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东道主 期望和各方深范亚太合作 祝福亚太人民 今次是中国继2014年 在北京 和2001年在上海之后 第三次担任东道主 母线电视机 就是钟卓熙 在秘鲁尼玛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尼玛 会议美国总统拜登 是拜登任内第三次习拜会 也都相信是拜登适任前最后一次 习近平说 对华压制不明智不可取 更不会得逞 美方想要维护台海和平 关键是要明确反对台独 国家主席习近平 星期六出席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期间 回伍美国总统拜登 习近平说过去四年 中美关系虽然力经跌荡起伏 但总体稳定 认为至少有几项经验 值得总结 和启示需要记取 包括要有正确的战略认知 言必信 行必果 要平等相待 不能挑战红线底线 也都要多搞对话和合作 回应人民期待 展现大国担当 习近平说 中方愿和美国政府保持对话 习近平也都就台湾等问题 展明中方立场 他强调台独分裂行径 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用 美方想要维护台海和平 关键是要认清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 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明确反对台独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美国总统拜登就说 美中之间并非总是有相同观点 但能够坦诚对话 避免误判 拜登又说防止冲突是美中两国政府对人民的责任 无线电视机制一层为三不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会在巴西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并对当地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发表全名文章 提到20国集团要本着活力共赢原则 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实现更大发展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出席员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后 转到巴西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在利约热来楼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期间会发表重要讲话 并和多国领导人深入交流 习近平抵捕前在巴西圣保罗业部发表全名文章 提为万里交好共命云 攜手杨凡正当事 文章提到20国集团要本着相互尊重 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赢原则 建设一个公正世界 习近平又指 20国集团要积极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并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 习近平又提到环保议题 指疑10国集团要深入推进绿色低碳 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国际合作 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 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更多支持 今年正值中国和巴西建交50周年 习近平说两国要把握时代机遇 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 促进各自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 他期待和巴西总统劳拉一同努力 引领中巴关系进入新的黄金50年 无线电视机就在麦维光报道 强台风曼仪已经减弱为台风 他吹袭菲律宾北部造成破坏 超过50万人疏散 总统史玛克斯下令官员 为最坏情况做准备 位于菲律宾北部履宋的卡坦端内斯省 明显看到曼仪吹袭带来的破坏 树木倒塌 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 杂物散落在路面 曼仪星期六曼仪时速高达195公里 吹袭卡坦端内斯省 震风时速达到240公里 卡坦端内斯全省停电 8万人口当中近一半要疏散到多个避难中心 连同菲律宾其他地方 合共几十万人要疏散 曼仪亦影响海空交通 至少26个国内线机场 和两个国际机场运作受阻 倒序之间的杜伦和货运服务暂停 数以千计乘客受影响 风暴近期接连吹袭菲律宾 曼仪是不够一个月内第六个吹袭当地的风暴 气象部门警告有机会带来灾难性破坏 菲律宾政府召开紧急会议 总统小马可施下令内角和地方官员 为最坏情况做准备 预料曼仪还过呂送 并且在未来一两日还过南海中北部 随后大致移向海南岛以南一带 无线电视记者莫子彤报道 天文台说按照现时的预测 曼仪今晚午夜前后上日本港800公里范围 明早早6点至9点之间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预料曼仪之后会逐渐减弱 但随着曼仪靠近广东沿岸 和东北季后风共同的影响 星期二那一区风势颇大 是否需要在星期一晚 至到星期二的初时发出更高讯号 需要视乎曼仪和珠江口的距离 它的强度转变 以及本地的风力变化 另外 未来两三日正值在天文大潮 水位在晚间涨潮的时候会升得特别高 加上受到东北季后风和曼仪共同影响 预料星期一晚和星期二晚 海水高度普遍比天文大潮 再升高大约0.3米 南亚岛朝早发生游等和渔船的相撞意外 渔船沉没六人获救 一个本地男人仍然失踪 51岁游等船长涉嫌在海上危害他人安全被捕 获救的六个人年龄介乎34至52岁 包括本地和内地男人 救护人员先将他们送到香港仔灭火轮之防局 之后转送马例医院 部分人手脚受伤 也都有人感到胸口痛 81岁渔船船长仍然失踪 救援人员搜索一日 暂时没有发现 警方在清晨近5点半接报 南亚岛南面对出1.28公里海面 一艘渔船一艘渔等箱撞 渔船沉没 渔船船发生扶手电梯以外 示范下午5点多 有来自湖北的旅行团 在港铁尖东站L6出入口附近 乘搭扶手电梯上九龙公园径 期间有人跌倒 同团团友说 他们是第一日到港 示范时候一个团友突然跌倒 在骨牌效应下也都令到其他团友跌倒 涉事扶手电梯事后暂停运作 伤者需要坐轮椅 由救护车送去广华医院自理 机场举行三跑十公里赛 不少跑师说 在跑道上的比赛体验很新鲜 机场三跑十公里赛 在机场中跑道举行 比赛期间南北跑道如常运作 跑手一边比赛 一边可以看着飞机升降 从这个角度看 究竟是飞机快点 还是跑手更加快呢 感觉在飞机和你一起跑 好像很兴奋 跑一会有甘心没来世 而外跑步的艺人周荣华都有参加 很特别 你见到飞机升降 又升又降又升又重 这里好过 就是考虑大马 因为参加人数多 虽然只是十公里赛事 不少人都出尽力 有部分人不舒服 要由姓若翰救商队抬走 今次的比赛有超过一万人参加 除了有十公里赛事 另外也有五公里和三公里赛 斥立国机场26年前开幕之前 也曾经举办过跑步赛事 这次就庆祝三跑系统落成 机管局预计 今个月28号正式启用之后 可以提升整体运力五成 现在我们估计 约往是去到疫情前 就85%到90%左右 我们预计到今年圣诞 应该就可以回复回到疫情前 整个三跑道系统工程 2016年展开 造价超过1400亿 涉及填海650公顷 无线电视记者陈尚圈报导 村头中会报导 国家第一艘大洋转探船梦想号 在广州正式入列 习近平发贺顺足学 以色列继续空习乃班乱 据报真主党发言人阿飞夫被杀 回来新闻时间 一年六日的珠海航展闭幕 入场观众累计近60万人次 央视报道 今届签约的金额近3000亿元人民币 珠海航展来到最后一天 现场不时下雨 但无阻公众入场开眼界 大批民众无语去到户外 看飞行表演 和参观静态展示区 今届行展首都设立低空经济管 展出多款无人机 同载人飞行器等 应用领位勘盖物流配送 医疗救援等 这款预计年底首飞的 大型无人运输机 亮相第一日 已经收获200多张订单 这架空中的士 同样引来不少关注 研发公司就认为 国家带空经济市场广阔 对行业发展有信心 我们的这个展区一直都非常热闹 相信不久的未来 随着航空器的技术 逐步成熟 逐步通过士航 推入到市场中 那真的能把打飞低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推向到大家的身边 今届珠海航展 有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 合共过千间企业参展 其中境外展商比上阶多 大约一倍 部分展商也都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进博会 进博会和珠海航展都有订单的收获 在进博会上 我们总共和国家航司签订了订单金额 近22亿美金的大单 在珠海航展我们也即将和客户签约 总订单金额将达到19亿美金 央视报道指珠海航展签约金额达到2856亿人民币 其中中国国航和中国商飞签订框架协议 成为仍然在初步设计阶段的国产宽体客机 C929全球第一名用户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签订金额也创下新高 达到大约600亿元人民币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贺信 祝贺第一艘大洋转探船梦想号 在广州正式入列 习近平说梦想号正式入列 标志着在进入深海探测和开发方面 迈出了重要一步 是建设海洋强国、科技强国 取得有一重大成果 梦想号是中国吨位最大科考船 可以容纳180人 它全长179.8米 阔32.8米 排水量42,600吨 具备最大11,000米的转探能力 转芯能力 它安全设计可以打遇到16级的超强台风 有官员说 透过梦想号获取的地球深步岩芯样本 有助科学家了解地球版法的构造 大洋地壳演化 古代海洋气候和生命演化等等 海南省的科研育种实验基地 近日有新的一批太空种子 正式播种培育 专家预计最快6年之后 才有机会推出市面 中国第一个可以重复使用 反回式技术试验卫星实浅19号 上个月完成太空浴种试验 其中大约60个品类 重大约50公斤的太空种子 已经交付给海南省 部分完成浸种处理 并且安排播种 专家说在项名额珍贵 太空浴种计划的种子 都要先经过筛选 跟传统浴种技术相比 太空浴种最大的优势 在于有益变异率高 浴种周期短 但同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需要在地面经过长时间 培育和检测 才能够找出比较优成的种子 专家说这一批太空种子 会陆续送到海南省 其他实验基地播种培育 未来将会和科研院后合作 筛选出高产内验的品种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 以色列军方继续空袭来搬乱 据报真主党发言人阿非夫被杀 以方和真主党暂时都未有回应 在莱巴嫩首都贝鲁特 当地星期日早上不断传出爆炸声 部分建筑物冒起农烟 真主党在星期六 曾经向港口城市海法发射火箭 之后以军对贝鲁特南部局部地区 发出疏散令 又或施集目标是真主党据点 以色列时报和路透社 引述安全部门消息指 以军战机在贝鲁特中部住宅区 发射两枚导弹 有建筑物被击中 杀死真主党媒体办公室负责人阿非夫 另外有多个人受伤 克里姆林公否认俄罗斯总统普京 曾经同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通电话 说暂时未有安排 华盛顿尤报早前引述知情人士说 特朗普在今个月的7号 曾经同普京讨论俄乌战事 要说美国在欧洲有大量驻军 劝告对方不要令到战事升级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 佩斯科夫说相关的报道完全失实 强调双方没有沟通 对于记者问及普京 是不是有打算联络特朗普 佩斯科夫说未有计划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